2017年中国新发现HIV感染者AIDS病人13.5万,就2012年的8.2%上升了64%,而2016年全球新增艾滋病毒感染180万人,新增人数较2000年300万下降了39%,成为1970字,阅读月需4分钟,一个季度增加4万艾滋感染病人。 但有比爱情告急更麻烦的问题,从第五届全国艾滋病学术大会上传出的数据,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40104例,其中性传播占93.1%,一个季度增长4万人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全不断传播,引起人们对中国艾滋病暴增的担忧, 新发现HIV感染维持病人40万人是怎么样的水平了? 这个增加大吗?艾滋病力不断上升,增长点又在哪? 艾滋病先是病毒感染,携带着HIV感染,然后经过发展成为艾滋病人的艾滋病人。 作者著,有李树梳理了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报告的艾滋病疫情数据,从数据分析的角度提出解读,中国艾滋,低水平流行下的增长压力。 目前,中国艾滋病整体上,仍属于较逼流行水平,截至2017年底,报告存活的HIV感染者总数占全人群比例0.05%。 在艾滋病人基数在逐年增加,最近几年,中国每年报告新发现HIV感染者维持病人均超过10万例,借一年多于一年,至2018年6月30日,全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人和感染者超过82万人,2017年中国新发现HIV感染者维持病人13.5万。 较2012年的8.2万,上升了64%,而2016年全球新增艾滋病毒感染180万人,新增人数较2000年,300万下降了39%,上面两张全球和中国的新发艾滋病数折现图的比例是不同,拼在一起容易产生是植物岛,但几年来中国艾滋病发病,死亡等个向疫情指标, 持续上升是不争的事实,增长原因,不是某类群体那么简单,随着报告艾滋感染病例数量的增加,舆论圈产生了各样的原因偷袭,例如高校,难投,没有入境限制的,但有理数通过梳理全国艾滋病流行时空雷度上的数据发现,增长的原因很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归咎于某类群体。 报告艾滋病数量的上升,一方面和全国扩大监测有一定关联,2008年是全国艾滋病病毒检测量仅0.45亿人,10年来检测力度逐渐加大,但2016年中国1.69亿人次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 另一方面,在每年报告的新发现HIV感染X病人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即性传播的艾滋病例占比在逐渐扩大,此外的其他途径传播的病例占比在逐渐缩小。 性观念的逐渐开放和性教育,性安全教育的缺乏,部分影响着性传播成为今年艾滋病的主要增长点。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报告的传染病数据显示,不只是艾滋病,与性相关的传染病报告,数借年来也在增加。 2017年每度,领病两类性病报告发病人数在全国甲比论传染病中分别排名第三。 第四,排位具有上升,除了艾滋病传播途径,占比结构随时间的变化,还有中国各地艾滋疫情随时间的具体发展。 根据研究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中国艾滋病聚集性流行的空间微信的结果显示,中国在不同时期艾滋病聚集的地区也在发生变化,新的疫情聚集区及其聚集格局不断出现,早期引起局部地区艾滋高流行的传播途径较为单一明确。 例如1989年,云南因吸毒爆发的艾滋疫情,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多种因素交织。 根据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数据库提供的2006年到2016年,全国各地HIV发病率数据可看到,西南地区成为过去十年全国艾滋病毒感染者重要增长地区,以四川为例。 根据四川省卫生核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全胜人权健康状况,集中病疾病报告数据显示,报告感染上流2012年的0.0%游,甚至2017年的0.13%,2011年原国家卫生部,NAS和呼联合所的中国艾滋病疫情分析。 四川市主摄吸毒感染和NAS和HIV抗体阳性率、减触率,同时处于全国高位水平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不论是特定传播路径感染者增长,还是个别地区的高流行率。 如今,中国艾滋病的流行增长,已不再是简单的,有某个异感染群体造成,其背后的社会,教育及环境问题的需要深究, 比增长更大的压力,减30%艾滋病人发病前不知感染,中国艾滋病疫情压力,除了传播途径感染数量的增长和地区聚集高流行,还有一部分可能来自不确定因素。 一方面,直到发病还被发现染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一般艾滋病都有有感染到发病的前夫妻,在这个期间为HIV感染者,发病后才是艾滋病病人。 从2012年到2017年,当年新发现AIDS病例,占当年新发现HIV感染AIDS病人数量的28%到29%左右,随着HIV感染AIDS病人技术增大,这种感染机位被发现的绝对人数正在增多。 以2017年为例,全年AIDS发病数570194例,其中由基网HIV感染者半年转化为AIDS病人的18231例,也就是还有38963例AIDS病例可能在感染期没有被发现,而这一数字,在2012年,仅为24035。 另一方面,在所有AIDS感染传播途径构成比中,传播途径不详这一分类,虽然基尼一直维持在低水平,2012年到2017年,每年占比在0.4%到1%之间,但看绝对数2012年近460例,而到了2017年达到1396例。 当感染者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或不知道从何出感染的时候,他在发病前,就不能及时接受减缓病情发展。 此外,这种不知情情况,下极大可能感染自己的配偶和性伴侣。 数据新闻汤子率新媒体设计陈东,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